北京时间12月18日,齐才在主场以99-106负于齐室,齐才当家空位约翰·沃尔出场32分钟,16投6种,得到15分,10个篮板和6次助攻,外加2次干冒,但是沃尔在整个下半场只得到4分。 上赛季,沃尔打出了职业生涯最佳表现,这让他在今年夏天收获了一份四年一。 7亿美元的续约合同,然而本赛季开始以后,沃尔又受到伤病的困扰,这显然影响到了他的比赛节奏。 上一次骑士客场打齐才,勒布朗·詹姆斯狂砍57分,作为齐才的当家球星,沃尔必须得给出一些回应了。 上半场,沃尔的表现很反常,他8投4中,得到11分,但是他连着丢了两个几乎是必进的上篮,而3分球却是2投2中。 第二节还剩4分多中,沃尔突破骑士的防线,几乎是获得了一个上空篮的机会,结果球刷宽而出。 紧接着下一个回合,沃尔在篮下躲开了克劳德的防守第一手上篮,可惜球还是没进。 然而沃尔今天3分手感很不错,第二节还剩20多秒,他3分命中,使得齐才领先3分,之后他差点命中一个半场压哨3分,可惜出手时间稍微晚了一些,结果不散。 下半场开始后,沃尔的3分手感就不像上半场那腰好了,他连头两个3分都没进,不过他在第三节, 还剩不到7分钟时,终于完成了一个空中拉杆上篮,过了没多久,沃尔又命中一个打赶上篮。 然而沃尔在整个下半场就只得到4分,两个上篮,而且他在第4节的一次突破上篮还遭到了詹姆斯的封盖。 在齐才最需要得分的时候,沃尔的侵略性明显不足,最终齐才在主场再次赋予其事。 罗森 罗森 罗森